好,接著我們看第四場賽事 第四場是四班的1650米 大熱門馬就落在黃寶身上 2.8倍開飛,國營關係後2.1倍 最後階段2.4倍 其他的對手當中 快利寶開飛8.7倍,開拍時就8.5倍 彩虹之光開飛5.5倍 但開拍時就回了很多,回到7.6倍 大熱門就黃寶,留意周俊落點期 這批彩虹之光排了7磅 起步的時候,他出閘不算很快 出得快點的那些是快利寶 和黃寶快點 但是彩虹之光這兩步已經走上來找位 當然外擋左馬比他快 迷雨走上去帶頭 內擋那邊有鑽石複星 然後馬勒海賭財子也在外擋埋 在那裏側黃三馬主聲揮貼蘭南海策略 然後還有軒王家富夢幻戰士 波哥哥尾翼,暫時電口是好 轉馬防彎時,黃寶暫時帶不到頭 因為被迷雨買來 他抓在第二位左右,還要在二碟 貼蘭第三,暫時快利寶 捕著第四的彩虹之光 他就找了黃寶做遮擋 我一賣到來二碟 然後馬上海賭財子,拍著內擋鑽石複星 牽王家富暫時要三碟 一直都看著空 然後馬上馬主聲揮 內擋南海策略,走外碟尾翼 會做夢幻戰士 在美隊暫時好機,上了一些波哥哥 就落了尾 上大石斜波段時,這場的步速似頭場 突然間第二段25秒1,慢得很緊要 看到迷雨拖著方,黃寶又不逼他 內擋快利寶也走到第三 所以牽王家富頂不住,外擋走就走上去 彩虹之光雖然看到前面那隻走上去 他還未動手,走外擋還有夢幻戰士 然後還有鑽石複星海島財子 好機就出了外擋,過了馬主聲輝 尾以為是南海策略,包秘還是波哥哥 進去後直到前面是迷雨 看看是否賺了萬步速 這裏走不走,走不走,黃寶已經過去了 內擋上來有快利寶 這個彩虹之光按住 現在還未騎,你以為他是搬頓 外擋上來是牽王家富 然後百多米在前面,黃寶頂不住 旁邊那隻都未騎,騎女都過了 那隻就是彩虹之光 後面上來是牽王家富 他將第一名彩虹之光 第名牽王家富,第三名黃寶 第四名就平頭 結果夢幻戰士和鑽石複星是平頭第四 真的很少見到一個建習騎士 可以定到那麼緊要入直路 二百都還按住,真的以為是潘頓 那隻是大熱門,黃寶不是開玩笑 要很有信心才可以這樣做 信心,還有他的判斷要很準才能做到這樣 是見習騎士 其實大師傅也少,通常都是一個潘頓 你去到那個位置 這次都不動,像石像一樣 一向都是只有潘頓 因為去到那個位置,機會在眼前 你當然想搶先機,他不是的 你看這場馬,拿第一個位置已經拿得很好 還有一隻其實還沒出頭的馬 不是奇蹟金槍60 對,這隻金槍… 你的主要對手是黃寶,是贏過馬 這隻金槍20也不知道有沒有 你看這隻金槍20還在搶搶地口 不過除了…當然他發揮得好 其實偉達近期的馬都很厲害 我覺得富六、發財寶都可以贏 真是再贏了,真是勤力有回報 偉達早上,即是現在到季尾 都還這麼勤力調整馬 看他早上真是,真是勤力有回報 這兩隻灰馬,雪茲飛湖 還有這一隻彩龍之光 你看到早上拍跳那一副 其實火器都給你看了 是嗎? 你信不信一件事,都給你看了 你看這裡 你看,入頓直路真是… 你以為他是潘頓嗎? 二百五都還沒騎 前面黃寶是大熱門,你真是厲害 這裡才開邊 他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 因為你不能當他是大師傅 見習騎士,這些判斷不是簡單的 當然,前面黃寶 見到打到…都知道不是太多在手了 不過,軒王家庫這場都挺厲害的 全程愛疊的 看一下,這個第四名平頭的照片 開邊是否或是在邊,最終是複聲 分斷時間頭斷17秒64 第斷25秒1 第三斷24秒35 末斷23秒38 總時間一分40秒47 真是贏得這麼出色,大家都會稱讚 到底師傅又如何稱讚他呢? 聽聽聽吧 10分10分 Jerry贏了這賽賽賽 我們在前面談過了 他根本對著要讓他體驗的鞋子 對著鞋子和將肯定鞋子 不斷刺太快 他很年輕、純悴的鞋子 在北方的地面 所以他並不清楚 他現在還能做成100% Jerry贏了他一般 一般像小運輪 他不會更好車 那是我的季節 其實很難滿足他的要求 因為他也很高要求 我很滿意的這場 中档也不是很好 跑之前也叫我 嘗試跟著莫尼拉的黃埔 最後也跟著她的指示 也跟著了黃埔 全程都在中段少許搶口 然後全程都走得很舒服 我認識Tony是個四級 但無論如何 他把那套鞋放在一個位置 他追蹤了最愛的 他坐著等待 他很負擔 但當你駕駛著鞋子 你能做到這種事 很美麗 看到一個年輕人 你能做到什麼他做 這場的發揮雖然我很滿意 但始終都要拿多些經驗 不是場場都… 還有很多東西學 不是場場都發揮得那麼完美 原來還有偉達這位師傅 都很仔細跟周俊樂分析 馬的性能要怎麼發揮 除了這樣之外 今季真是偉達對周俊樂的支持 很強勁 偉達馬房今季贏了40場頭馬 其中絕大部分 有21場都是由周俊樂贏的 其他騎士叫贏得多一點 巴道、田泰安那些都是4回合 何澤堯有3回合 其他8回合就由其他騎士贏的 如果你對比 上一季來說 巴道、田泰安和偉達合作 都多一些頭馬 巴道好像9場 田泰安是7場 今季都少了 主力人物落在周俊樂身上 師父支持徒弟 這是天經地義的 你去收個徒弟 你當然要支持他 如果要收個徒弟 我都一定要支持他 當然我們都知道 馬圈有些是師徒 都合作的 好像沒有什麼成交 或者沒有成績 這個就是後話 不過你既然生了一個徒弟 你當然要栽培他 不是收徒弟做什麼 不過又說到另一件事 就是馬圈成王敗購 你看到周俊樂 這場你贏了 他當然是個個都拍了手掌 師父又讚 自己又覺得馬得好 買了一些又開心 但是這個決判段 如果一出了少差錯 都挺大件事 都挺冒險 所以周俊樂贏的這場馬 固然值得開心 看都覺得是非常精彩的 這場馬 不過記住 勝不驕敗不累 因為馬圈是很長的路 今天贏了馬 就算成為大師傅也好 一定要保持著謙卑心態 做到老學到老 保持著今天的態度就對了 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再談第五場